好,我们接下来讲场景 场景有两个 第一个是有限状态机 第二个是写一个简单的Promise 有限状态机其实就是叫有限状态机 就是有限状态下的一个变化机制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咱们刚才讲的那个红灯,绿灯,黄灯 这三个状态的变化其实就是有限状态机 因为它是有限的,对吧 就是三种状态 然后状态机就是这种三个状态之间切换的一种机制 这个我们会结合第三方开源的一个比较火的酷来讲 然后我们模拟一个收藏和取消收藏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种场景在咱们所有看到这个 不管是微信还是头条这种APP里边都会有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简单的Promise 所谓简单的Promise 就是我们实现不了Promise这么强大的功能 但是我们能实现什么呢 我们能实现Promise状态变化的监听 这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状态模式的这么一个主题 因为Promise状态它也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Pending,就是准备状态 然后成功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Fulfilled 就相当于是成功了 对吧 就是有准备到成功 然后如果失败呢 就有准备到Rejected 就是到拒绝啊 然后它也是三种状态的变化 对吧 那正好是符合这个主题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两个场景来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是讲有限状态机 有限状态以及这些状态之间的变化 这是有限状态机的一个概念理解 刚才我们说那个红灯黄灯绿灯 也是这么一个例子 相当于行为灯对吧 然后呢 我们借用一个开源的库 叫JavaScriptStateMotion 这个库呢 是一个开源的库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来看一下 大家去那个GitHub 或者说去NPM里面搜这个JavaScriptStateMotion 就可以做到 今天咱们也会根据这个库来演示一下 状态变化的这种需求啊 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比较优雅的一种做法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因为代码稍有点多 所以说如果看不清楚呢 没有关系 我们等会会带大家一块写一遍 首先呢我们肯定得安装这个插件 对吧 安装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侧哈 左侧是我们先上面一个状态机模型 先上面一个变量 然后里面这个变量其实就是 nue了一个状态机模型 nue了一个状态机模型 跟我们之前讲那个面向对象是一样的 里面呢是一个大握号 看大握号 就一个大对象 里面穿个大对象 有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 innet就是相当于初始化 初始化状态我们叫收藏 因为当前还没有收藏对吧 大家没收藏 这个初始化状态就叫收藏 其实就是带收藏嘛 对吧 就可以点击一点收藏之后就怎么样了 对吧 然后transition呢就是一种变化啊 变化机制 我们定义了两个 第一个name是do store 就是执行收藏 这个name是我们自己取的名字 然后from收藏to取消收藏 这个from收藏呢 跟我们这个收藏是一一对应的 就是收藏 从收藏到取消收藏 然后第二个name叫delete store 就是相当于删除收藏 这个时候呢我们变化 from是从取消收藏 然后到收藏 其实这两个变化是相反的 对吧 当然是 你可以弄三个状态 四个状态 五个状态都可以 只要是这种from和to的这个对应关系 写好就行 好 然后method method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监听 第一个监听是收藏的监听 就是on do store 第二个呢是on delete store 因为我们这儿写的是do store和delete store 所以说你就在下面直接加一个on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自己定义 比如说你这个名字改了 下面这两个呢 就跟着改就行了 当然根据我们这个规则呢 我们要写成图峰式的写法 比如说这个do store d是小写一开始对吧 我们这儿变成这儿就变成大写了 包括这个delete store这个d到这儿也得变成大写 大家看一下就是 如果他监听到你这个状态是执行了这个do store 相当于从收藏到取消收藏 然后他就会执行这个函数 如果监听到这个取消收藏 就是on delete store 他也会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完的观察者模式 或者说发布内容模式都是一样的对吧 只是相互利用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重点的是关注状态模式 所以说这两个监听极致啊 我们就一句带过啊 之前也讲过了 好大家看 我们执行收藏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这alert一个收藏成功 然后如果取消收藏呢 我们alert一个取消收藏对吧 然后这两个执行的时候呢 都执行这个update text 就相当于我们不管是取消还是说执行了 我们都把这个文案给改一下 这个update text呢在右侧定义了 大家看我书标这个地方 更新文案 其实这个地方定义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这个按钮的text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状态机变量的delstate delstate就可以获取左侧状态机模型的这个当前的state 比如说当前state是init出质化的时候是收藏对吧 当你执行了这个do start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取消收藏 当你再执行这个delete start的时候 它又变成收藏对吧 这个状态变化大家应该是能理解啊 就是通过这个fsm相当于这个状态机模型 delstate这个属性就可以获取到当前的这个状态 状态的文案文字 然后这个alert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在正式项目开发的时候 可以去执行一个post请求 就相当于在执行收藏的时候 在执行取消收藏的时候 你都可以通过post请求把这个状态变化 给它实时同步到服务器上来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 当然我们这儿没有必要写那么全 我们只是演示状态变化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直接写成一个ret来代替了 OK这就是状态机模型 不是很难理解啊 所以说为什么要用第三方的库呢 就是因为通过它封章的方式 我们写起来更加的优雅 更加的直观 更加的可读 对吧 然后看右侧 右侧我们获取一个按钮 然后呢 按钮点击实践里面呢 如果是当前是收藏 这个第二A字 就可以判断当前的状态 是不是收藏这两个字 如果是收藏 就是说相当于是 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判断它 当前是收藏 我们就执行这个dust 如果不是呢 我们执行这个dust 这两个的名字 其实就是我们这两个的name 都是一一对应的 好 其实场景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过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按钮 它默认这个文案 看这个代码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处理化一个文案 就是update text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update text 它会把这个当前状态汇取到 然后把它更新到按钮的文案中 单线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单线状态就是我们这儿 注射化的这个收藏 这个两个字的状态 对吧 所以说当前的按钮的文案 可能是收藏 然后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如果是收藏 那我们就执行这个dust 对吧 执行dust的时候 它就会从收藏变成需要收藏 并且它会坚定到这儿的变化 对吧 然后弹出一个收藏成功 更新这个文案 如果是我们再点击的时候 它就不是收藏了 对吧 它就会执行这个delete store delete store就是从这个取消收藏到收藏 同时也会触发这个点击函数 然后更新一文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大家看 我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做过这种需求 就是如果你做过这种需求的话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做 是不是比你自己写更加的直观 更严的优远一些 也是更加符合这个状态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比一下 就是我们把当前的代码对比一下 和我们刚才的演示对比一下 这个右侧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个context 就是那个主体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context来执行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不是一个状态的动作 而是一个要的动作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主体 通过这个主体来获取什么呢 获取当现在state 对吧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演示都是一样的 然后左侧呢 就相当于左侧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演示的state 那个class类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stateclass呢 我们就可以处理化成一个state的一个实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处理状态变化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状态怎么变化 以状态变化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说整体上看来 左侧右侧的关系的这个共同的分离 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演示UML类图的时候 那个分离完全是一样的逻辑 对吧 所以说它是符合中线模式的 好 那我们代码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把刚才演示的那个红绿灯的代码 先给删掉 删掉以保存 然后呢 我们要在控制台中 我们先清一下屏 控制台中 我们先去安装 我们先安装着 NPM I就是install install和小I是一样的 然后刚刚 C5 执行 这执行 我们先一边执行一边 先看一下BitHub的这个主页 大家看一下 它下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 它的状态呢 它是列了三个状态变化 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 这是三个状态 固体到液体是融化在升华 对吧 然后这儿呢 再凝结 再凝固 对吧 也是跟我们那个红绿灯的状态变化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演示的呢 只是收藏和区 要收藏这两个 只不过是把三个变成两个 其实关系是一样的 大家看下面的 它的这个写法 跟我们刚才演示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Transition Message 这一些 然后下面这些API 像.state 还有.ase 都是我们要演示的 还有这个on什么 还有on什么东西 on什么东西 on什么东西 也是我们要演示的 还有这个 点什么东西 点什么东西 这都是根据内幕呢 直接去触发这个状态变化 OK 那我们看看安装完了没有 好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到代码中 代码中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一个按钮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找到这个index.rtml 这里面呢 我们就加一个按钮 我们先写个横线吧 加个按钮啊 按钮 我们这文案先不写 我们给它加一个id 不是这么写啊 应该叫button1啊 好 加个id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代码了 好 根据PPT中的例子 我们可以先去写个注释啊 初始化 状态机模型 然后let fsm 复制成new state 好 忘了一点啊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大体的框架写完 我们安装完之后 我们要去引用啊 我们看一下文档啊 哦 就是这啊 按钮完之后呢 我们要先去引用 对吧 我们找到安装的这个 从这个package.dc里面 找到安装的这个名字啊 然后我们引用过来啊 通过这个es6的模块化 我们引用过来 然后就可以用了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是初始化的状态 我们叫收藏 好 然后是transitions transitions是一个数组 因为他要看这个不同状态之间的变化 对吧 第一个状态呢 我们内幕叫做什么 叫做do store 就是执行收藏 然后from是从收藏 然后to 是取消收藏 就是执行do store的时候 就从收藏到取消收藏 那接下来我们再初始化 我们再加一个叫delete store from叫取消收藏 然后to是 收藏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收藏和这儿 和这儿一定要对应好 名字要对应好 包括这个取消收藏和取消收藏 名字要对应好 名字不能不一样 不一样 它就当成两个状态了 transitions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写一个method method呢 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可以监听 对吧 监听 执行 收藏 然后呢 去 监听 取消收藏 好 我们怎么写呢 先写个on 然后呢 把这个给它拷贝过来 就是on 这个name 但是根据投封的写法 我们这个地域要大写 就这样 这是一个监听函数 比如说 这个地方的名字 和这个地方的名字 要去对应好 只不过首字母呢 要 这个是小写 这个是大写而已 好 这儿我们打印一个 收藏成功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可以 可以post请求的 就是把你这个 当前的这个动作 直接去同步到 服务器上来 然后我们执行一个 update text 但是update text呢 我们可以在 下面先给它定义上 我们内容先不写 这个我们叫 更新按钮的文案 好 然后这是 监听直映收藏 然后呢 是监听取药收藏 是什么呢 先写个on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delete 到这个名字 给它拷贝过来 前面这个地域要大写 现在呢 是一个 写一个函数 alert 已经取消 收藏 好 这儿也是可以 可以 可以post请求 就是把你这个 取消收藏的这个事情 告诉服务器 然后update text 这儿也是更新 为案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状态模型呢 状态机模型 我们就已经建好了 大家看有 初始化的状态 然后有 状态的变化 以及这个监听函数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 给它 把这个button给它 获取到 get element id id是button1 对吧 我们这儿写了button1 我们pd里面是 把那个gquery 给它用上 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写吧 不用gquery了 这个没有关系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有没有按gquery 没有按gquery 没有按gquery 要不我们就按一个吧 我们就按一个 然后 这个地方保持和那个pvd中一致 npm installgquery 刚好sale 稍微等一下 这个会按的很快 因为gquery的户比较小 ok 已经按完了 按完之后呢 我们前面要加一个 引用 好 加完引用之后呢 我们这儿就可以 直接用ppt中的写法 复制成 直接通过dl来取 通过dquery 来取这个 button1 好 这样你比较简单了 然后 是按钮点击事件 button.click 然后下面写一个 function fsm 就是这个状态机 模型 如果它 点A字是什么呢 如果它当前的是收藏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 点 do stall do stall 这个方法呢 其实和这个名字 是要对应好的 这个name要对应好的 然后else呢 我们执行这个 delete stall 这个delete stall的名字呢 也需要和这儿 transition里面的这个name 要第一对应好 好 这是监听这个点击事件 对吧 然后是更新按钮文案 我们也要改一下 更新按钮文案 就是 dollar button 就当前的这个 button的这个对象 然后给text写成什么呢 写成fsm.state 就是把获取当前的状态 通过这个可以获取当前的状态 然后更新到按钮上 当然我们这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初始化文案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页面中 这个button按钮是文案 是没有的 是空的 对吧 好 初始化文案标简单 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 保存 然后我们运行npm run dev 好 OK 这个时候呢 我看左侧有收藏按钮 对吧 就是左侧这个按钮 已经变成收藏了 我们先不要点它 我们先顺着这个形式 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我们前面 定义了状态机模型 然后把它的初始化状态 改成写成收藏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按钮 定义按钮点击事件 我们还没有点击 所以它不用管它 接下来定义按钮的 这个更新按钮文案 就是把这个当前的状态 给它 复制到button的这个text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直接去初始化文案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看到效果了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收藏两个字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执行 这个updatetext的时候呢 它已经执行了这一行 已经看到效果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点击 这个收藏 点击的时候呢 就执行到这儿来 对吧 就判断当前是不是收藏 如果是呢 就执行这个do stall 如果不是呢 就执行delete stall 看一下 你点击 收藏成功 好 大家看这个按钮 就已经变成取消收藏了 对吧 我们再一点击 已经取消收藏 然后它又变成收藏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点击的时候 如果是收藏 它就执行这个do stall 执行do stall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配置 执行do stall的时候 它是从收藏变成取消收藏 然后呢 它同时会出发 这个undustal监听 所以说 我们先alert了这个 收藏成功 然后更新文案 更新文案的时候呢 当前的状态 已经是取消收藏了 所以说它文案已经更新了 然后再点击的时候 它走到这一步 其实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是你 接下来遇到 这种状态变化的 不管是红灯绿灯黄灯 还是这种收藏 取消入藏 还是这种关注 取消关注 只要是状态变化的 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很简单 很直观的去实现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